近载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先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个人觉得我的节目 比别人做的都更用心很多 你一定会说 老师啊 这叫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我只能这么形容一件事 你要怎么认为 我相信你心中自然有一把尺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各位的一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觉 我每次在节目上做一个动作 绝对有它的意义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人家说要循序渐进 人家说要慢慢的来 之前跟各位提到九大标谷要领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说 老师怎么可能啊 均线纠结 跳空回撤 均线纠结 跳空回撤 那么就能够让我赚掌停板 天底下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今天把这两招加起来的时候 均线纠结在这里 跳空回撤在这里 从最早期的366亿的四星科均线纠结 4968的立机均线纠结 4968的立机均线纠结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两条线这个叫均线嘛 打结了是很容易知道吧 这叫均线纠结啊 到现在呢 跳空回撤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均线 跳空回撤 均线纠结 你说老师 就这两招 就能够真的让我赚钱吗 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啊 我要教你的一定是当时啊 马上可以帮助你的方法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威胜是不是再次攻上掌停板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你没发觉吗 我每天在节目上会给各位 真正具体的方法 跟真正具体的理由啊 接下来我可能会推出 非常重要的技术教学喔 所以请各位留意喔 然后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 你说老师 那九大标果要你就够了吗 我当然知道你会觉得不够 所以包含产业关联逻辑 包含指标秘迹跟突破 我以后都会交给你 但是请各位留意一件事啊 这里面都是黄敬哲老师 这几年操盘最重要的心法 你一定会说老师 网路也在交耶 我只讲一件事情啊 我应该不会拿自己开玩笑 请问这支股票怎么标上来了 我们一定是有实际上 真正成功的经验 让你副治长 你本来的经验你才会成功嘛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吧 这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写的 这是我本人喔 有没有很帅 来拍摸一下 各位看到没有 来注意喔 我说过这叫标股公式 我说过这个叫做天地人 本身的一个整理方式 国际趋势 我是不是常常跟你谈 中美之间啊 那么现在正在大战的问题啊 或中美贸易问题啊 国际大厂 像苹果这些啊 国际价格 国际价格 这非常重要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两天我不断的跟各位提到说 你看大盘喔 每天都有人说涨说跌啊 等一下我也要讲讲刘泰英啊 刘泰英这次呢 我直接讲一件事啊 他一万两千五百点 就跟你讲说会拉回了 现在都一万四了 又跑出来讲 我觉得刘泰英先生 是不是应该要 开始要练习一下 有些东西不见得 你一个人讲就能够算数的喔 但是我这么讲一件事 各位看到没有 刚才提到什么 来 如果这些你都学会了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第一件事情 有人说老师 我的股票为什么不会涨 你的股票是在这后面 必须要经过这么多条件的筛选 就像什么 就像说有人把水倒进去之后 经过这么多过滤出来 会变成干净的水 一样的道理 所以真正的标股 是一个倒三角的归纳模式啊 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国际上的局势 以后来推出最后的一个标股啊 我说各位来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价格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天地人三法 国际价格什么情况呢 各位来看一下吧 亲爱的投资朋友 国际价格是不是国际报价在大涨 国际价格里面包含了什么 来 各位看到没有 是不是包含铜价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还有没有继续涨停 有没有包含涅价 对不对 涅价我们台湾没有纯涅 那但是至少也有不锈钢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包含油价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这叫做国际报价 还包含什么价格 利率时代低价股 昨天给你预告的 等一下我们就打开来看 我们今天刚进场的股票 一样涨停 报价持续大涨 亲爱的投资朋友 答案是比特币 是还是不是啊 先用电脑讲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印证哈 2399的印看 我说啊 他压回来的时候 是给你进场的 是还是不是啊 然后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啊 你说老师 涨停满了呢 明天早上的 明天早上可能还是买不到 但是我一定会让你想办法买到 今天要预告的股票 照常是报价还在大涨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去管这个行情里面 说什么时候要拉回 我第二段再跟你谈 这个行情说不定 真的是一万七一万八 甚至更高 甚至两万才拉回 你去想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你说老师 你心中到底看多少指数 我跟你讲 那个数字很大就对了 我刚才讲的数字里面 说不定最大的那个 就是我想的 这样可以吗 我在节目上不能跟你讲 说我上看多少点 我现在讲你也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赚到钱 你没有爱拼真赢 爱拼跟我赢 我说今年这个钱最好赚了 什么钱最好赚 各位注意 当他报价一旦冲上新高的时候 他就已经告诉你的 我比特币已经创新高了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说我金元代工的报价创新高 那连电会不会涨 当然会涨 金价创新高 那请问一下 那个那个叫什么 995加龙会不会涨 一样的道理嘛 比特币创新高呢 可是我的股价还在下面 注意哦 这是前两天我就告诉你 比特币可能会上看三年高点 就是两万 今天已经出现了 有没有预告 有没有干净利落 还有一件事 各位注意 我最近发现很多节目 我觉得你好好确定一下就好了 你现在最重要是确定这个老师 是不是真的认真把这些资料跟你讲清楚 把这些报价资料跟你讲清楚 有没有认真的带你操作 我最近发现很多人都说 这只股票涨停了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两天之前跌停 我相信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买进去 跌停板 就算你要叫会员买进去 会员也不敢买 然后连续两天跳光涨停 这个讲起来没意义 一定买得到 注意哦 你说老师 硬太涨停完了 我说没关系 我们还有比特币股 一定买得到 今天还是现买涨停 我相信会员朋友都在电视机前面看 这些都是最好的一个最简单的证明 这是就短线 或者说我们今天反应上面 老师有没有认真先跟各位讲 这里面请问一下 是不是来自于国际价格的情况 那么我是不是也跟各位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能够带你赚钱 来各位看一下 6550 这个糟糕 6670 忘记了 总之呢 就是各位看到2303的连电 来各位等一下帮我查一下 这个忘记立基电是几号了 6770 想起来年纪大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 立基电差不多这两天就会上来了 然后甚至呢 立基电每一次上来 立基电上市上来的时候 带动谁 带动2303的连电 就是利用所谓的新贵上市之后 想办法带动现在现货的状况 那请问一下 今天什么最红啊 威风最红啊 要抽签啊 我不是今天告诉你 我是几乎每天都跟你讲 唯一看好威胜 两代古王敢爱敢恨 第三代复仇王子 写在这里啦 那时候已经有魏树 已经有杨华 已经有威胜了 我已经跟你讲说 威风如果你要抽的话 你自己去抽吧 然后有人说他当古王 你自己看着办 现在的投资朋友 威胜是今天才涨停吗 如果你早一点相信我 11月25号就相信我 相信什么 相信均线纠结 大盘回撤的那一刻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威风 你听不懂 我跟你讲说 接下来有什么IC设计要变好 你听不懂 因为你不相信 你心里头只在想说 这个指数在高点的附近 亲爱的投资朋友 威胜在40块 指数是在高点 威胜在41块 指数还是在现在目前的位置 结果呢 威胜到了51块 指数一样在14000点 威胜到了53块半 指数还是一样4000点 同样的 威胜 你看我是不是告诉你 威瑞攻击他6块 威风拥有多少张 39799张 各位看到没有 是不是继续在涨停 今天威风啊 明天呢 也许应该还是吧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啊 我会有没有告诉你说 威风会带动相关的族群啊 这两档我还没有公布 因为这档其实不见得会涨 威风可能会跟他比价 这档到时跟你讲没关系啊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些相关的设备概念股 都会跟着一起上来 你一个USB4.0总会带动吧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是不是又同样的方法 是不是又均线纠结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一次的行情 因为你要想到一件事 报价这么一上来的时候 加上了各方的力量进来 集团股这么推动的情况之下 那么庞大的资金 只有让你说 钱有的时候看得到赚不到 钱有的时候看得到赚不到 你以为我不知道委权店会涨 那是看得到赚不到 那你要想办法把那个钱赚到 你要想办法把那个钱赚到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说老师 你怎么会知道的 有人跟我讲 你说 哎哟不得了啊 怎么会有人跟你讲啊 内线 不是 大盘始终在讲话 杨华先涨上来了 我发现说不对哦 杨华怎么涨这么快 杨华还没涨上来之前 大盘是一万四千点 杨华涨上来之后 大盘还是一万四千点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每天都在讲说 大盘已经创新高了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那报价的铜 报价的镍 报价的包含IC设计 报价的包含的所谓晶元代工 不断的在往上报 难道你没看到吗 你说老师这个没有基本面 我已经跟你讲很清楚了 你没看到今天啊 我说挖铜矿的工人 害怕得病产量大减 挖涅矿的工人 害怕得病产量大减 做电子股的工人 害怕得病产量大减 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报价什么东西都缺了 你说老师真的还假的 回家看新闻嘛 今天俄罗斯前三大的 芭蕾舞团来台湾 确诊四个人 一毛钱都不用赚 准备回家了 这就是现在目前国外的情况啊 国外每个人都想要来台湾捞钱啊 为什么 因为只有台湾的人 台湾有健康的环境 让你去看这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歌剧魅影啊 那么踢他舞 这个大和之舞 现在连芭蕾舞都跑来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如果你是真的经过了 上一次金融海啸的人 那么我觉得只有这批人 像黄敬哲这样的老师 才知道这个行情怎么走 原因很简单 就是央行碰到的金融海啸 不断不断的从源头印钞票 不断不断的把资金丢进股市 所以产生四个字叫万物皆涨啊 我讲的都累了 为什么 因为万物皆涨的话 很多反而是满梯专金 你三个满梯专这个才是重点啊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我慢慢再教你赚钱 至少你要想 钓虾子总会吧 你总要有 你总要有方法 你才能够再抓得到鱼 钓得到虾子吧 是不是一开始给你最简单的 就先把这个钓钩放好 结果这个均线纠结就来了谁 就来了四星科 就来了利基 就来了什么 就来了艾普 跳空回车就来了谁 就来了各位看到了威胜 看到了卫树 看到了杨华 这不就是钱吗 均线纠结又来了谁 又来2006的第一桶啊 我就拿钓虾当比喻了 你连钩子都不放进去 你怎么会赚得到钱 所以我就这么讲一件事 你连钩子都不放进去 你怎么会赚得到钱 你连钩子都不放进去 你怎么赚得到钱 你买个十张 我跟你讲今天抓狂了 哎呦我好厉害 一开盘就涨停了 不是你厉害 是黄敬哲老师厉害 对吧 今天有个会员朋友说 老师我好厉害 我一开盘就涨停了 老师好厉害 我一生又涨停了 你没想过 不是你而已 连我的会员 我一开始跟他们讲说 现在开始买什么 他们都完全不相信了 但是他们信了 后来成功 一起成功啊 你信不信 你不信咱们就 继续看电视啊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下一档 非常重要的报价概念股 现在报价还在大涨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而且这次不但给你鱼吃 还要再教你钓鱼 教你钓虾 我把标股操盘命级 完全不藏私 可以交给你的 一定交给你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运达投顾年终破盘回馈 全面三折大优惠 全面三折大优惠 年终红包就是现在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洽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三倍券 小Cas 振兴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钓肝 轻松获利又练就一生功夫 刷刷线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那么看到这张相片啊 黄敬哲老师标股操盘秘籍啊 那么说实话感触良多啊 你看一下哇 原来我以前长这么帅这么年轻啊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老你上 哈哈哈哈 这么形容一件事情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说真的一句话啊 以前啊我来这边的时候 所以会开这个班级来教大家 很重要的一件事啊 就是说我至少还要努力多赚一点钱 多做一点业绩给公司啊 那么那可以囤一些本 但是现在说真的我并不缺啊 所以还要出去教大家 还要出去跟大家沟通的话 这真的是下定决心啊 我认为我正在跟各位来讨论一个 非常重要的理想 那个理想叫做台湾到底值多少钱 台股到底值多少钱啊 我只讲第一个公式就好了 香港没了 台湾现在是等于台湾加上香港的钱啊 所以呢怎么去赚 用标股秘籍去赚 该交给你的方法尽量教 你说老师好多人都在教方法啊 我说那你要看看 我跟你讲那个最好不要去学 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赢的经验 但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赢的经验在这里啊 这不是我一个 是我们全部人都看到啊 1月17号的时候 恒大这样一上来多少 亲爱的投资朋友 18.5元到216元啊 还记得吗 这不就是赢的经验 热印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 27.95元 这都是白纸黑字 还在荧幕上给你显示的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不要去贪图那个什么 学费免费教学 去网路教学啊 那个结果今天跟你讲 哎应该保守就保守 你看每天都在找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要找到说真的能够帮你赚钱的 真的能够掌握你的方法 我没有说是我 在节目上不能讲赚钱 你知道没有 这是我们节目的规定 网路都没有这个规定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很重要的方法 未来从九大标谱密记 这个所谓九大标谱要理 这是一看就让你能够很快速反应 第二个来验算它 它的指标到底对或不对 第三个从产业面 甚至呢从整个一个天地人啊 我刚才提到了 天地人这样的一个报价模式呢 来去检查它到底是如何 能不能继续标下去 或者能不能各位去想想看啊 我看今天应该还不会有人喊威胜啊 那万一它会非常标呢 你说老师真的还是假的 我不知道啊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啊 威胜这次应该不会很强啊 但是那个六七五六 这个威风电子 你说老师威风电子现在抽签 我只能说威风电子 不能鼓励你买哦 威风电子的爸爸叫做 叫做威胜叫古王嘛 妈妈叫宏达电也叫古王嘛 请问一下它会怎么样 我只能这么形容一件事啊 也许哦 鬼才知道 说句实在话半聊的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句话 我只能说 就威风电子本身的一个竞争力来讲的话 的确在USB里面 是最强势的一个之一啊 那将来会怎么样 等大家抽完签 等这个正式上市我们再来聊 但是呢 只要威风电子 不要抽得太难看 它本钱一张十块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七张啊 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五的股权啊 你说会不会上去 所以我常常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啊 你今天大盘你可以摆两边 甚至我也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跟刘泰英先生讨论 为什么 因为你要是去讲大盘的话 最好像刘泰英这种辈分的人 不要讲不准 你一次不准 后面我们没办法跟你一起讨论了 你知道没有 第一个你辈分高 骂你也不是 以前这里有个谢什么 和一样的道理嘛 对不对 都是这些大佬在讲话啊 但是问题讲的影响大家信心 各位啊 十二月十七号他说 这个地方是泡沫的时候 当时才一万两千五百点耶 这是七月份的事情耶 七月份他就喊说这是泡沫啦 结果还长这么长啊 刘泰英先生在这个时候就讲了这个话啦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啊 他今天再讲一次 我觉得真的意义不大啦 因为呢 我必须要这么说 也许他位高权重 不像我直接面对你啊 我昨天前天都有会员朋友 来我们公司来聊天 来问问过 老师大盘到底怎么看 我说过你只要看会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也给你承诺啦 我说起码呢 起码航空公司没有付飞以前啊 那个央行一定要丢钱下来 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 这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分析 告诉你说这个行情可能会到哪里去 所以为什么敢跟你讲大盘上看 大盘上看没有人敢这么说 我说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拿掉自我设限的错误心态 有人说老师我现在只敢当冲啊 我说那哪冲啊 给你冲嘛 外面说少赚很多钱耶 哎哟 少赚很多钱耶 有啦如果你昨天去追高的话 那就真的要当冲了 我就不骗你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少赚很多钱耶 跟他拿威胜家族 你就少赚很多钱耶 我说也要当冲 你不知道冲在哪里 早就不晓得冲到哪边去了 我就跟各位讲报价在上扬 你当冲没意义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拿掉自我设限的心态 创新高不等于全面乐观啊 全面乐观的时候 那个时候所有的情况我都看过啊 我真的不能讲得太明白耶 有些有新总统上任 是不是大家觉得 哇两岸要删通了 全面乐观 结果呢崩盘 有没有 那时候才叫做全面乐观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 不管是营业大厅的 昨天我打电话去跟一个 证券商的人聊天啊 证券商的营业员聊天 他们在处理很多客人断头 你知道没有 断的不是多单 是空单断头啊 所有的人都办到空手 不然就是你啊 创新高不是全面乐观 而重点在于 融资大增那才叫全面乐观 大家通通都觉得 这个行情会大涨才全面乐观 你就觉得不会大涨 所以跟你讲说 长龙不回党 大家要跟涨 台积电不回党 注意哦 这些都是龙头股 长龙代表什么 航运代表物价 台积电代表什么 代表电子 台积电不回党要跟涨 同样的 那么第一桶不回党 代表金银 铜铁 席煤 通通都要涨 我是不是跟你讲 搞不好万事皆涨 你说老师 真的还假的 先不要管 跟爱拼才能赢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大盘还是一万四 你继续讲 大盘一万四你不要进场 来 一樣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大盘还是一万四 你继续讲大盘一万四 还是一样 来 一二三四五还是一样 这边没有时间讲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拜登还是拜登还没上任 对不对 拜登还是拜登还没上任 又创新高了 那你好 我讲什么 我说过 因为你不会 因为你不懂 所以你才会在那边东想西想 我觉得你跟这个帅哥最好 以前叫帅哥 现在要帅老头好了 跟这帅老头最好 帅哥那个时候只会做标股 帅老头还知道说原来 武汉肺炎来了带你要跑 原来SARS来的时候带你要跑 跑了之后还懂得去买回来 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经验 我问各位一件事 再回来到头问他 当时太阳能为什么会涨 当时太阳能为什么会涨 答案是因为爆价在涨 对不对 当时候来你所看到的金元代工 为什么会涨 因为爆价在涨 第一个会涨 爆价在涨 铜铁锡煤航运是不是这两个字 我希望所有朋友 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帮助大家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这一档爆价概念股还在大涨 我直接跟你说明天说不定 一打开又涨停 我又得帮你买它隔壁的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而且请各位留意 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帮助大家 给你鱼吃也教你钓鱼 那么我们这个黄敬哲老师操盘秘籍 以及操盘方法的专案 请各位务必如何如何 一定要想办法跟上 能够赚钱还能够学到方法的方式 请各位想尽办法跟上指挥官家族 帮助您 也希望您跟我们一起成功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运达投顾年终破盘回馈 全面三折大优惠 全面三折大优惠 年终红包就是现在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洽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三倍券小CAS 振兴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又练就一生功夫 需要再见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载线02-2781-0959 2781-0909 超级终线02-2781-0909 预防电器火灾 用电不得操占 电线不滚绑 缺制方法比较安全 插头不潮湿 忽索 不使用电器时 请防